透過專業的講習 分享支援回收的技巧跟對環境的動搖性 同時要派垃圾車 由清潔隊員說明車體結構跟用途 讓小朋友體驗丟垃圾 並且提醒注意事項 小朋友要倒垃圾 是不是來垃圾車交給垃圾叔叔 好 謝謝 好 倒完之後不要垃圾下去 離垃圾要遠一點 因為它垃圾車在繳垃圾的時候 可能會有那個東西 這樣都會飛出來 所以要離那個距離 鄉長沈青山表示 愛護環境必須從小做起 因此特別來到幼兒園 分享支援回收的重要 以及不亂丟垃圾的行為 才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而有了這樣的學習體驗 小朋友也學到了正確觀念 垃圾分幾類 三類 哪三類 一般 資源 還有粗獄 大家一定要有那種關聯 不要把垃圾亂丟 這個回收的東西 盡量可以來放好 來大家作為保護環境的議題 因為早年大家比較沒有那個關聯 把垃圾都水手到處亂丟 水溝也好 馬路邊也好 結果這些米都流在海底 形成這個海洋嚴重的污染 如果如果加速說 可以大家有這個共識 應該這樣說 從教育開始 我們從向下雜根 把這些幼兒園的小孩 國小的小孩 國中的小孩 大家有一個那個 正確的觀念 相信未來 我們的環境 會加倍的好 未來綜圍清潔隊 會繼續走進校園 宣導環境保護的重要 跟如何身體力行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